重要的補給路線 連接俄羅斯跟克里米亞的克施大橋 八號在接近克里米亞路段 發生了七輛油罐車的大爆炸 部分橋梁因為受損嚴重坍塌 造成至少三人喪生 澤倫斯基表示 烏克蘭全國這一天都是新浪的好天氣 而跨越克施海峽的克施大橋爆炸 大火造成的濃煙如烏雲密布 但總會消散 暗喻烏軍近期是接連收復了 失土 也終會收復克里米亞 俄國政府指控爆炸是烏克蘭犯下的恐怖攻擊 外界擔心說 最近在戰場上接連失利的俄國 恐怕會因此升高衝突的規模 長達19公里 是歐洲最大最長這個大橋的克施大橋 有鐵路還有公路段 是連接克里米亞半島 跟俄國本土的唯一陸路通道 烏俄戰爭之後 已經成為俄軍向克里米亞 烏克蘭南部補給的重要路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 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